最近亚运会的比赛已经结束,中国女排大获全胜,打败日本和泰国夺得冠军,成功未免。 比赛结束之后,很多球迷都为中国女排感到骄傲,但实际上在幕后,有些球员为本次冠军却付出了很多。 比如李莹莹,在赛后采访中提到,自己经过奥运资格赛以及亚运会的征战之后,身体非常疲劳,目前膝盖有严重的伤病,甚至连走路都成问题。 另外一方面,手指在比赛过程也不小心受伤很不舒服,亚运会期间一直抱着绷带。 可以说,这次中国女排尽管夺得冠军,但是李莹莹这些核心球员却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。 而在亚运会过去结束几天之后,最近李莹莹又传来比较令人担忧的消息,她的身体又出现了非常大的麻烦。 在此次亚运会结束之后,天津市召开了优秀运动员新闻发布会,邀请天津市优秀代表参加活动,分享夺冠的经验等。 李莹莹作为中国女排以及天津市的骄傲,自然野兽邀请参加本次活动。 然而让很多球迷非常心疼的是,当天出席活动的李莹莹却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,其他人都没有戴着口罩,只有她戴着口罩出席活动。 这样的细节自然让很多球迷猜测纷纷,都不知道李莹莹出什么事了。 之后查证才知道,原来是因为李莹莹最近过度疲劳,导致不仅是身体发生伤病,现在免疫系统也出现问题以至于感冒发烧。 所以,她这一次是拖着病体过来参加活动的,估计也是为了支持官方举办的活动。 从这一点看得出来,这次奥运资格赛,包括押运会的旅程,对于李莹莹来说,身体的透支是非常严重的。 否则作为一名顶级的运动员,她的身体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出现问题。 考虑到健康的问题刻不容缓,接下来对于李莹莹来说,希望她可以争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,不要再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扰。 虽然接下来下个赛季的全国女排联赛即将要开始,但还是希望她能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,后续等到身体真的已经完全康复,再考虑开打今年的联赛。 球队的冠军固然重要,但是顶级运动员的身体更加重要,不希望看到她为了所谓的冠军而直接透支自己的身体,甚至直接断送职业生涯,这是非常不划算的。 目前的好消息是,俱乐部的教练已经要求李莹莹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,如此一来,起码她不用再继续连轴转,拖垮自己的身体。 我们也希望以蔡冰为首的国家队教练组,后续能慎重考虑一下这些王牌主力的身体情况。